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图片的这个色相差值的变化 那我们这一课来讲图片颜色色调设置当中最后一个属性就是这个图片亮度 我们亮度看这个图片亮度如何去设置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在之前饱和度和色相的调整基础上 那我们认识的图片像素色差呢是由这个Mixster 就是这个Mixster的矩阵颜色变化器 那我们在设置完内容值之后来看看图片亮度在安卓当中绘制原理如何实现 它其实也是像素 那亮度则表示是强调的是明暗 最亮为全黑 最暗为全黑的最亮为什么呢 全白 大家也看了这原图 好,这是暗一点,这是亮一点 大家也看出这个效果 好,实现思路呢 那还是一样,第一步还是创建位图和这个画布 第二步呢,就是设置 注意看了,这个过滤器当中设置属性和亮度 它又是一个属性,就是什么set什么呢 它是一个像素的一个缩小值 就是三元色的一个缩放比例 你看,大家看到吗 这个scan,scanso 这个缩放比例 就是红绿蓝三元色的一个缩放比例值 然后定义一个这个convice设置属性 然后后面都是一样了 好,那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它这个属性如何去调用 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是亮度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亮度 把亮度还是一样 出色画一次 这个是不是就不要了 好,亮度 那我们把这一块也出色画一下 好,出色画完一样 还是这一块也得到一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 变换器吧 过滤器吧 亮度 好,得到一个亮度 那这一块 一样 还是得取一个 运算比例的一个变量值 写错了 好 亮度 status value 它这个要取的是1.0f 好 那我们这个算完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要 还是一样 把这个亮度要放进来 设置鉴定器嘛 是吧 好 好 2.id是不是亮度 好 刚才我在这定义的这个变量 是不是该拍上用场了 好 所以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个比例啊 比例取的还是一个 求的也是一个float型吧 那我们这一块 那我们这一块取的还是 把你得到这个值 乘一个1.0 转换为float型 然后 除上我们这个 这个最大的 就是这个 max 这个取 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是 还是一样 把它转回幅典型之后 进度 除以最大值 得到这个比例 然后这个比例 我们最终 拿到我们这个 mixed 颜色过滤器 我们就是说 它当中有一个 先reset一下 然后当中有一个属性 刚才看是叫什么呢 叫缩放 缩放 缩放值 这个缩放值呢 缩放值的就是 我们这个比例 三元色 就是红 绿 蓝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颜色 变换的这个 整数 就是1 就先写个1 好 其实它这个非常简单 也就是它 就是scansel 也没有别的 说其他的 那好 那我们就是说 运行一下 来看一下 它这个 当中 scansel 缩放这个 三元色的比例 会不会让这个 我们的 亮度 发生变化 哦 还有最后一步 忘记了最后最后一步 非常重要一个 就是没有往这个 上面放 就是我们这叫什么呢 亮度吧 好 亮度 OK 那这个时候 基本上 设置完成 好 这个 说回来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之前看来呢 其实把之前的基础 你学好了 后面这个是 也是非常快的 也没有说那么多 复杂的点 重点复杂的 只是一些核心区域 就比如说 这一块区域 大家看到 这一块区域 运算比例 每一个 它都有自己的 一个算法 看到了吗 每一个都有 自己它的一个 运算比例 然后运算比例不同 还有一个就是 重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 调的这个 过力器当中的 这个方法 它这个 饱和度 调的这个 set 就相当于一个 比例 然后第二个 这个旋转角度 就是色相 颜色变换的 三元色旋转 它其实是一个 三个差值 你不但要 得到这个 差值比例之后 你不但要修改 这个红色 你还把三个颜色 一次都要做个修改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刚才这个 没有设置 那一步 然后三个颜色 它分别在这个set route里面当中 分别占了 各自占有一个比例 分别下标是012 三元色 然后一定要记清楚了 红绿蓝 分别下标是012 然后这个 我们最后亮度 亮度它最终调的是 这个什么呢 set是这个 cancel 就是缩放三元色 它三元色分别在 并列可以传进去 多三传输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最后色料 好 这是我们的亮度 好 是不是 最暗是全黑啊 好 变化 当然这个最大之后 没有调到最大 它这块还不是 调到100的时候 它应该就到 等方比例 好 那我看这三个原色 是不是可以定牌 放 好 看有变化吧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all起的作用 就是把三个可以叠加 就这一块可以叠加 不是说替换 它是叠加的意思 你看我这注释 叠加 它不是说 你放进去 最后我把你之前都替换了 不是这个意思 参数 即使你设置一样 它每一个传递进去 都会再存在一个 只要不是同一个对象 它都会不断的变化 好 这是我们最终 这三节课讲的 这个图片三原色当中 在这个图片色调 插值上的一个修改 最终得到了这一个 比较稍微 常用的一个修改点吧 好 那我们这一刻 总结一下 来看一下 和之前一样 还是这个过滤器 起的变化器起的最用 还有它这个亮度 主要是这个 Scanso方法起的这个设置 最终达到了一个亮度 变化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从下一刻开始 就讲 我们图片的拼接 这样一个三原色 我们目前这个图片 颜色差值变化器 目前就讲到这里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